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缺少两性社交经验 不懂得拿捏人际关系的分寸 以媒体对女人好 或是以媒体对女人坏 在青少年和一些不成熟 情商较低的男士身上 容易观察到这样的状况 AFC有几项常见的特征 一 真命天女证 二 过度地将女性理想化 三 为了遵守平等主义 认为增加女性的权益 就必须削减自己的权益 认为一段理性关系的基础 必须建立在完全的公平与理性上 四 救世主情节或是劣势情节 指的是沉溺于拯救女性 或是为女性牺牲的自我满足感中 五 先从朋友做起 用朋友的名义伪装自己的新意图 最后却总是落入 我们当朋友就好 这样的窘境 六 仰赖道听途说的撩妹金句 或是约会招式 却不愿意学习正确的社交技巧 七 就算在追求或约会阶段 也严守一夫一妻的概念 八 认为女性总是能清楚地自我理解 并绝对坦诚自己所想要的对象 忽略了言语与行为的不一致性 并认为女性不受情绪驱动 而是完全理智地在选择对象 九 过度合理化自身被拒绝的原因 十 相信让自己与女性越相同 就越能吸引女生 十 一 信奉 我跟那些错能人才不一用呢 越能吸引女性 十二 认为远距离恋爱 是一种长期可行的关系模式 十三 固守教条 不断将优于自身设定条件的女性 归类于 我不配 我追不到 低于条件的女性 则归类于 我不需要 不是我的菜 她是个 逼 十四 害怕长期单身 因而随便找了一个不适合的对象 进入长期关系 导致对人生造成长远 负面的影响 这些只是一部分 灼难可能的行为与思考模式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类似的问题 却找不到解决方案 可以透过学习红药丸的知识 练习game的社交技巧 以及自我提升精进各项硬价值 来改善 以上是本集的内容 喜欢的话 请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